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再具备劳动能力了 都无法出来工作了 动不了了 然后五到六级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中党的 就你一看这个人 他就跟正常人不一样 他是一个残疾人 但是呢你说他多少可能还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是劳动能力也是大大的受到了这种影响了 但是还能动 还能做点事情 那么七到十级的是什么呢 相当于就是比较轻的 比较轻的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切个小小指头 或者怎么样 这种有伤害吗 有 身体上确实残缺了 确实受到伤害了 但是呢你说对工作能力有多大的影响吗 还没有 还可以 没有太大影响 该做什么可能还能干 所以分成这三大类 所以整个的待遇呢 其实也是分成这三大类来给出来的 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类 一到四级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最严重的 对吗 那么对于一到四级商产 这个是保留劳动关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作为企业 一旦你的职工被工商认定为是一到四级商产了 你是无法跟他解除劳动合同的 这个倒不是终身有效啊 到什么时候呢 到他这个人退休 什么时候到他退休了 他去领养老保险了 这时候算是跟你企业没关系了 在这之前必须保留劳动关系 并且这个人退出工作岗位 退出工作呢 就是在家待着 然后但是呢 他依然是你们单位的职工 作为工商职工达到退休年龄 并办理退休手续后 停发商产津贴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那么比如说养老保险待遇 他低于工商啊 这个商产津贴的 由工商保险基金呢 来补足残额 所以这里边啊 商产津贴是什么 商产津贴 商产津贴就相当于是你 这个工资 就相当于是工资 你正常上班 你说爱愿领工资啊 你现在因为商产 还是因工商产 你在家待着了 对吧 但我也给你发工资 这时候就不叫工资了 这时候叫什么 叫商产津贴 它是根据你受伤前的啊 你的工资乘以一定的商产等级的比例啊 乘以一个等这个这个百分比来发放给你的 这个具体发放的百分比是多少 咱们后面有个大的表格啊 这个也会具体去看 那么这个商产津贴由谁来发呢 是由工商保险基金来发的 也就是这个职工受伤了之后啊 他每个月的这个工资啊 这个负担是谁来承担的 是由工商保险基金按月发放商产津贴 作为这个工商职工的工资来发放给他的 那么作为五到六级 也就是中等级别的 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 对吧 也是不得解除 然后呢有用人单位安排适当的工作 因为他具备一旦这个等级 对吧 就意味着他其实可以懂 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所以是鼓励单位怎么样 安排一定的工作的 但如果说这个单位确实没有合适的岗位 对吧 来进行安排 难以安排工作的 由用人单位按月去发给商产津贴 所以这个也是商产津贴 对吧 因为如果这个他安排工作了 这个职工正常出来工作 就由单位发工资了 对不对 但你单位说我实在安排不了 咱们单位就没有适合他的岗位 那你就回家待着吧 回家待着干嘛呢 就不领工资了 领商产津贴 这个时候的商产津贴 由谁来发 是由用人单位来发的 啊 这个地方要注意 他不再是由工商保险基金 为什么 你想一下 如果这个钱是由工商保险基金来发 那么单位还有安排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吗 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吧 所以 明明这个人从鉴定等级上 他理论上是可以出来做一些工作的 但你要单位非说他做不了 你单位就愿意说不用他劳动 我也可以养着他给他钱 可以的 那你单位自己出上线津贴 明白吧 你不让他工作了 那你给上线津贴 反正工商保险基金是不管这块了 好 那么经工商职工本人提出 该职工呢 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关系 也就是说 想要解除和终止 只能由谁呢 由职工提 他不想干了 他想拿一笔一次性的钱送人 这个是可以的 单位能提吗 不能 单位是不能提的 那么由这个时候 如果是他提出想要离开的话 他可以拿到什么呢 由工商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商医疗补助金 由育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商残就业补助金 那作为一次性工商医疗补助金 和一次性商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来进行规定 那么这两笔钱 一次性工商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商残就业补助金 一到四级的员工会受伤的职工会有吗 没有 没有吗 他们是没有的 他们就始终拿这商残津贴 然后一直到退休以后是什么呢 拿养老金就完事了 但是作为五到六级 有一天他自己就不想在这待了 对吧 我就想离开 那么他可以获得这两笔钱 他拿这两笔钱可以自己做点小生意啊 或者自己干点什么 他有什么想法了 他就拿这两笔钱 可以跟这个企业解除关系 可以离开 那么这两笔钱呢 跟就业相关的是单位付 跟医疗相关的是什么呀 工商保险基金付 好 那我来看七到十级 就是最轻的这一个等级 在这里边 那么劳动者其实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对吧 所以对应到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亲满的话 是可以终止的 或者说职工本人提出解除 劳动或者聘用合同也是可以的 那么一样也是可以发这个钱 只要你中途离开了 离开这个企业了 只要离开 那么就有工商保险 基金支付一次性工商医疗补助金 有佣人单位 支付一次性商产就业补助金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这边五到六级和七到十级的 商产职工要离开原单位的话 他都可以获得这两笔钱 这是一次性给的 所以一次性工商医疗补助金 和一次性商产就业补助金一样 它的标准 由各省市区 职家市人民政府确定 那么可以享受的待遇 咱们来看 工商保险基金支付的一次性 商产补助金标准 由工商保险基金 或用人单位 按月支付的商产津贴 具体标准 咱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表格 这里面要注意 一次性商产补助金 这个叫一次性商产补助金 不是一次性商产就业补助金 这俩不是一回事 这个一次性商产补助金是什么呢 是你一旦被确认为工商 然后并被认定了商产等级之后 那么一次性给你的 由工商保险基金一次性给你的 不管你是哪个等级 只要你被认定为工商了 这个钱大家都能拿到 跟你以后是不是还继续在这个单位 都没关系 只要你是工商 那么任何人都能拿到这笔钱 包括津贴也是 津贴呢 当然它在七到十级的是没有津贴的 因为你能出来工作嘛 能出来工作你就赚工资了 赚工资就没有津贴了 好 咱们来看看这个表 先来看呢这一到四级 一次性商产补助金 千万不要跟一次性商产就业补助金相混淆 一次性商产就业补助金是诱人单位发的 是只有在你离开这个企业的时候 他给你的 而一次性商产补助金是 你只要是被认定为是商产了 你就能拿到 跟你等级拿多少钱 如果是一级的话 就相当于是27个月的工资 对吧 二级25 23 21 就是业两个月来递减 两个月递减 然后呢 按月支付的商产今天 一到四级由谁来付 是由工商保险基金来付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是一级的话 就会付你本人工资的90% 以每五个点往下递减 这些是由工商保险基金来支付的 如果说实际的金额啊 商产今天低于了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对吧 比如这个人在受伤前 他本身的工资就比较低 然后一打完这折之后呢 低于最低工资了 那么就按照什么呀 最低工资来执行的 有工商保险基金呢 来补足这个差额 也就是说他最低也能拿到最低工资的标准 这是一到四级 然后我们来看五到六级 五到六级你看 在这呢 就是18个月 为什么呢 要注意 当跨党的时候 跨党的时候 你看 这都是一两个月递减 但是到了四级到五级 这中间是什么 由高等残疾到了中等残疾 是不是跨党了 一共三档呢 跨党的时候是减几个月呢 减三个月 所以21个月到18个月 这减了三个月 然后党内 五级到六级 是不是他们是不是一档的 依然是减两个月 同理 到下面 七到十级 这又是一档了 对吧 这是轻级了 所以从16直接就到多少了 到13了 然后党内呢 也是以两个月递减 所以一级是27个月 十级是七个月 都带个七 剩下的你就就近 去对应就可以了 比如说在考题里边 对吧 他说这个职工被认定为什么呀 二级上产 那你就得从27个月的工资 往下推 对吧 然后是25个月 你就知道他说的对不对了 他如果说他是七级上产 你就不能从27个月开始推 你就从七个月往回推开始加 对吧 九十一十三 你看他说的对不对 明白这意思吗 然后跨一个档 加三个月 档内是以两个月 所以就用这种方式 你只要记个头 记个尾 中间你其实是可以推出来的 不用硬背 那么作为五到六级的话呢 他的津贴是70% 60% 是以十个点往下 递减的 那么这个钱是由谁 是由优人单位来发的 这个要注意 这个钱是由优人单位来发了 因为理论上他具备劳动能力 而作为七到十级 他是完全具备劳动能力的 所以就不涉及到津贴的问题 你要记住吗 因为津贴本质上就是补充他 在商产期间不能正常工作 所发的工资 那么作为七到十级 你就正常工作 赚工资就可以了 所以呢 本人工资是指商产职工 受事故伤害前12个月的 平均工资 来计算的 好 那我来看 停止支付工商保险待遇的情形 那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 拒绝治疗的 上师享受待遇条件的 这个咱们了解一下 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 那你的工商保险待遇就停止了 那么作为工商保险支付的范围 对吧 他除了包括治疗费 住院费 药费 还包括呢 伙食补助费 外地的食宿费和交通费 以及后期康复的相关费用 也包含在内 那作为停工留心期的待遇 这个如果考工商 那么停工留心期的问题 我觉得他肯定是要考的 我们来看 职工呢 因工商接受工商医疗的 在停工留心期内 员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有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那什么叫停工留心期啊 也就是在你正常的这个医疗期内 对吧 工商医疗的时候 你没有提供工作 但是呢 在这期间你的工资应当正常发放 因为你是因工受伤 啊 这个是因工受伤 你的工资是要正常发放的 由谁来给呢 由单位来给 所以这个要注意 你记着工资嘛 那肯定是由用人单位来发的 那么停工留心期 一般不超过12个月 经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 禁令委员会确认 可以适当的延长 但是延长呢 不超过12个月 也就是说 实际上最长的停工留心期 就是24个月 对吗 所以这是我们接触的第二个 前面所讲到的一个是什么 失业保险金最长领取时间 也是24个月 那么作为职工 因公败出期间发生事故 或者在强险救灾中下落不明的 从事故发生当月起 三个月内照发工资 从第四个月起呢 停发工资 由工商保险基金 向其供养亲属 按月支付供养亲属 抚恤金 最遗属待遇 职工因公死亡 其直系亲属 按照下列规定 从工商保险基金 领取丧障补助金 供养亲属 抚恤金和一次性公王补助金 这里边最多的 其实就是这个一次性公王补助金 它呢 这个标准相当于是 上一年度全国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 这里边一个一错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全国的 不是你们省内的 是全国的城镇的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这个数是可查的 把它乘以什么呢 乘以20 就等于把你未来的这个20年的钱嘛 对吧 这个提前的给你了 对吧 乘以个20倍 好 那么作为当职工多次发生工商 其待遇呢 按照在同一佣人单位 发生工商的最高商产等级 最高商产等级 那么即发一次性商产就业补助金 和一次性工商医疗补助金 这个是按照最高等级 如果呢职工所在单位 未缴纳啊 这个工商保险费 由佣人单位负责支付工商保险待遇 佣人单位不支付的 从工商保险基金当中来先行支付 那么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商 第三人不支付工商医疗费用 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 也是由工商保险基金来先行支付 这几个点咱们看一下就好了 比较简单 好了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道案例分析题的例题 小孙下班收工关闭车床时 因与同事聊天 未遵守操作规程 导致手指被车床挤伤 花具医疗费2000元 对啊 这就其实在前面给大家讲了 两个月无法上班 小孙呢 要求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单位认为啊 小孙因个人过失导致受伤 因此呢 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双方一直呢 自行沟通 均未向工伤认定机构申请工伤认定 后经查明 单位呢 并未为为小孙缴纳工伤保险费 好了 这么多的问题 咱们来看 小孙的情况是否符合工伤认定 并说明理由 以及呢 如果小孙被鉴定为商财五级 他可以享受哪些待遇 你看 一个是关于工伤认定的这种判断 对吧 那你判断的理由是什么呢 叫工伤认定的范围 对吧 和他的这个基本的原则 那么商财五级 这就涉及到什么呀 工伤待遇的问题了 对吧 在什么样的级别 他应该享受什么样的工伤待遇 那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呢 工伤认定范围 和工伤保险的无过失原则 小孙是可以被认定为工伤的 这个是咱们要在答题的时候 你第一句话就要把它写明的 让判断老师第一眼就看到 这个我判断的是正确的 然后接下来 商财等级一共分为十级 对吧 那么涉及到他不同的这个等级 涉及到五级的情况下呢 他是比较复杂的 比较复杂在哪里呢 他既可以安排工作 也可以回去怎么样 享受商财津贴 所以这几种情况 我们其实都要把它说清楚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小孙的情形呢 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属于工伤 或者适同工伤认定的情况 包括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这时候你就把所谓的说明理由 就是眼睛据脸嘛 对吧 把你这个学习过的相关的法律的条文 咱们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认定工伤的条件 包括有这些 然后呢 可以视同工伤的条件 有这些 那么最后呢 加一个这个总结 加一个个人的总结 小孙受伤的情形符合 工作时间前后 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收尾性工作 受到事物伤害 虽然在工作当中 未遵守操作规程 但是呢 也不是主观 故意受伤的 对吧 按照工伤保险的 无过失原则 那么它是符合 工伤认定条件的 所以应当认定 其所受的伤是工伤 所以这里边 其实他要再想考 还有什么呢 关于认定申请啊 对吧 关于工伤的责任啊 这些 他其实都可以往下来去考啊 但没说那么多 但我们要知道 那么第二个 员工受到事物伤害后 根据不同的商产等级 可以享受不同的工伤待遇 根据员工小孙的 这种鉴定结果 工伤五级商产 可以享受的待遇 第一是什么呀 你要分 它的待遇分好几项 对吧 你要分开来写 第一呢 员工被鉴定为五级商产的 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 获得18个月的 本人工资的什么呀 一次性商产补助金 这个你只要是个工伤 不管几级 这个钱是一定会有的 对吧 只是说他拿 到底拿多少个月的工资 是不一样的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保留与佑人单位的劳动关系 那么由佑人单位 安排适当工作 如果难以安排的 可以由佑人单位 按月发放商产津贴 这里边 由谁来发呀 由单位 发放商产津贴 那么他的商产津贴的标准是什么呢 本人工资的70% 如果商产津贴 实际金额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由佑人单位来 补助差额 为什么由佑人单位 补助差额 因为这商产津贴 就是佑人单位发的 对吧 所以差额也由佑人单位来补 如果一到四级呢 商产津贴是由 工商保险基金发的 那么这个差额由谁补呢 工商保险基金 那么如果工商 职工本人 对吧 因为他是可以提出解除的 如果他提出解除和终止 劳动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他可以获得的是什么呀 工商保险基金 支付的一次性商产补助金 对吧 或者由佑人单位支付的 一次性商产就业补助金 那么这两项的标准 由具体的各政府来进行确定 好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生育保险 生育保险呢 是由佑人单位缴费 职工呢 也是不缴费的 所以呢 在整个五项保险里边 工商和生育 都是个人不缴费 那么佑人单位的缴费比例 不超过工资总额到1% 那我来看一下 生育保险的待遇 实际上生育保险 就是两方面的费用 一个是生育津贴 一个呢 是生育医疗费 那么生育津贴是啥呢 就是女职工 她不有产假吗 对吧 产假一休 休一百多天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休产假期间的工资 因为他没有提供 箱的这种劳动 为了减轻企业的负担 所以由谁呢 由生育保险 保险基金 然后呢 来支付的 所以这个生育津贴啊 就相当于是女职工 在休产假期间的工资 她其实就是工资 而作为生育医疗费 是女职工啊 在怀孕期间 怀孕的时候的产检的费用 你不经常得上医院 去产检吗 做检查吗 这个费用给你按照 它是按照固定的额度报销的 不是时报时销 然后呢 包括你在生孩子期间 你不得上医院吗 对吧 那你的抛妇产啊 顺产啊什么的 跟不同不住的 这个医院等级 它都是定额的报销的 会有相当的标准 那么也会给你相当的报销 所以它是生孩子的 实际花费的医疗费用的报销 是这两部分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职工 未就业配偶 按照国家规定 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男 这个男性啊 他在单位缴纳的生育保险 然后他太太呢 在家就是全职太太 他没有保险 那这个时候 作为他太太 生孩子了之后 他所有涉及到的这些发票 可以拿到呢 南方的这个单位 来报销 生育医疗费 这个是可以正常享受的 可以报销的 但是 不能享受生育津贴 这个也是合理的 为什么 为什么是合理的 因为这个全职太太 他本身就没有工作 就没有收入 他生孩子的之前 就没有收入 就在家呢 那么他在生孩子之后 在休产假期间 那么也不应该有收入啊 对吗 是一样的呀 那么女职工之所以 能享受生育经贴 是因为人家在生孩子之前 是有工资收入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不享受生育经贴 但是生孩子医疗费用 是可以报销的 作为生育医疗费呢 从生育保险基金当中进行支付 那么生育经贴 按照职工所在诱人单位 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由生育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 这是标准 要注意 也就是说女职工 在休产假期间 你得到的生育经贴 不是你的工资 它只是相当于是工资的作用 那么你们单位 所有在休产假的职工 在这一年 大家拿到的钱是一样的 是根据你企业上一年度 职工的月平均工资 就在社保登记的 这个你的整个的缴费的基数 平均工资来算的 所以如果说呢 你的工资 在单位你的级别比较低 你的工资是比较低的 低于平均工资水平的 那你休产假的时候 你拿的钱比上班还多 然后呢 如果说你是高管 那你拿到生育经贴呢 就没有了 你就被拉平了 对吧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么对于这种差额 对于拿的多的职工 那就拿了 因为这是国家给的 你就得如数的去给到人家职工 你不能中间的苛扣 但是呢 对于那些高管 他的工资是高于平均水平的 按照正常的操作 应当由企业补足差额 国家不是给了 平均数给了吗 那中间的差额 应该由单位来补齐 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 按照的女职工 产假前工资的标准 由单位来进行支付 那我来看一下生育医疗费用 包括呢 生育的医疗费用 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 以及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项目的费用 这个咱们了解一下就好 好了 咱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部分啊 就是关于补充保险的部分 补充保险呢 其中一个叫补充的 这个养老保险 作为企业单位所交的 补充养老保险 这个就叫企业年金 那么作为呢 建立企业年金的这种缴费 它的费用呢 就是由企业和职工个人 来共同缴纳的 那么企业年金的好处是什么呢 企业年金的好处是什么 对于一个正常缴纳的 这个基本 这个养老保险来讲 单位是不是也花了很多的钱 对吧 他要拿工资的 对吧 16%都要交上去 交上去之后呢 这个钱呢 其实就都给到国家统筹了 给到统筹里边 但是呢 在企业年金里边 这个企业所拿出来的 交的这部分 全都给到这个员工 个人账户里边 都给到员工 他不会再跟其他人 来进行分享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好处 那么作为费用呢 由企业和职工共同缴纳 企业的缴费每年不超过 本企业职工总额的8% 那么企业和职工个人呢 缴费合计不超过 职工总额的12% 其实一般来说 就是单位8% 个人4% 加在一起12% 那么现行的企业年金的 主要政策呢 是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可以建立企业年金啊 一个是依法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 并履行缴费义务的 对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具有相应的经济负担能力 你想吧 因为它是补充的 所以你们企业说 我就不交养老了 基本养老了 我就直接给你交企业 你这16%都给到你员工个人 你不香吗 不行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对吧 社会保险 这是国家强制缴纳的 所以你必须要先具备 这基本之后 然后才是补充 怎么去考虑补不补充呢 你单位有实力的话 有经济负担能力的话 那额外拿出来 作为一个优质的 这样的福利待遇 来保障员工在退休之后 能有个丰厚的养老金 因为我们国家现行的 这个养老 这个标准走下去的话 基本上养老金的替代率 就是多少呢 40% 也就是你现在赚一万块钱 未来你退休 你可能只能领4000 但是呢 我们通过去缴纳企业年金 它把中间是这个 60%的缺口 可能就能弥补上一大部分 对吧 这个对于员工来说 他的退休啊 就会好很多 所以为什么觉得 大家觉得公务员啊 包括很多事业单位啊 就很好呢 对吧 包括很多大央企 大国企也很好呢 就是因为他有企业年金 这一块 所以未来呢 他们在退休的时候啊 可能拿到这个 企业年金 可能账户里面 一下就100多万 对吧 然后呢 我慢慢往处理 就觉得 整个老年生活 还是挺幸福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企业 我现在所工作的企业 它没有这项福利待遇 那你可以自己 现在有很多的这种 补充年金的 商业保险的项目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呢 然后呢 来进行向的这种筹划 一样 但是这个事啊 我觉得还是需要考虑的 那么作为职工呢 在达到国家规定的 退休年龄时 可以从本人 企业年金 个人账户当中一次 或者是定期去领取啊 都可以 那么作为职工变动 工作单位时 企业年金 个人账户资金 可以随同转移 所以这个事啊 也是很多呢 在企业交企业年金啊 有可能会面临的 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的这个单位 它给你交企业年金 你很开心 但要能确保 你在这干一辈子 那这个肯定是 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吧 但如果说你不能确定 说你在这干一辈子 你中间可能会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离职 你离开了之后呢 如果你的下一家单位 因为并不是所有单位 都有企业年金的 对不对 如果感受你 下一家单位没有呢 那么你这账户 你就转不出来 你转不出来 你是可以留在原单位的 留在原 留在那里可以 但是它肯定 不会再给你存了 明白吗 所以它就变成了 一个比较鸡肋的部分 你说有吗 有 但是未来对你养老 什么作用吗 这个都不好说 就断掉了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当职工升学 参军失业期间 或者新就业单位 没有实行企业年金制度的 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 可以由原管理机构呢 继续管理着 但是它不会有 更多的钱 怎么样 去进入了 那么出境定居人员的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 可以根据本人要求 一次性的支付给本人 那么作为职工或者退休人员 死亡后 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余额 可以由其指定的受益人 或者法定的继承人呢 一次性领取 就是它你个人账户的部分呀 也是可继承的 好 那我们来看企业年金合同 争议的处理啊 因为定例或者履行 企业年金方案 而发生的这种争议 按照国家有关集体合同争议呢 来处理执行 也就是说你定例的时候 是不是还没签呢 方案是不是也只是一个方案 对吗 还没形成最终的合同呢 所以这时候呢 叫什么呢 集体合同争议 那如果说一旦签完了 是在履行 这个企业年金合同的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争议 这个时候就走什么呀 走仲裁 或者走诉讼了 好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职业年金 职业年金呢 这个其实跟企业年金 它俩很像 它是作为呢 事业单位所缴纳的 补充养老保险 就叫呢 职业年金 那么它也是由单位和工作人员 来共同承担的 单位缴纳职业年金的费用 因为它是 这个事业单位嘛 所以国家就直接 明确的就规定好了 对吧 它就没有太多的弹性 可以去调整 单位就交8% 个人呢 就交本人工资的4% 那么作为缴费基数 与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的 基本养老保险的 缴费基数 要求是一致的 你养老金基数是多少 那你年金也得按这个交 你不能一下交的很高 那么年金呢 它的构成包括 单位缴费 个人缴费 以及职业年金 基金投资运作的收益 和国家规定的一些 其他的收入啊 那么其实主要就是缴费 以及什么样 运营的收益 投资运营的收益 那么来看 作为职业年金的领取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 可以领取职业年金 工作人员达到 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 并依法办理退休手续以后 由本人选择 按月领取职业年金的方式 那么第二呢 出国定居人员的 职业年金 个人账户资金 可以根据本人要求 一次性呢 支付给本人 那么工作人员 在职期间死亡的 其职业年金 个人账户余额 是可以继承的 这里边跟企业年金 稍微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什么呀 职业年金 它只能按月领取 对吧 而企业年金呢 它会根据当时 你们签订的这种 合同或者协议的方式 可以选择一次性领丸 和按月领取 两种方式 作为企业年金 和职业年金啊 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处理问题 因为这个个人所得税 它们是一样的 所以就合并放在一起来讲 作为企业年金 或者是职业年金 单位缴费的部分 在进入到个人账户的时候 个人呢 是攒不缴纳 个人所得税的 所以这是目前 国家给予支持的项目 对吧 就给予税收上的优惠了 它支持你们企业 这么去做 丰富未来老年生活 所以呢 是免征个人所得税 那么大家知道 这笔钱 比如说单位 就想给员工涨工资 它知道 得有这么高的福利代 才能留住这些人 它要把这些钱 发到工资里边 是不得交税 对吗 但是呢 如果说 我不给他那么高的工资 对吧 我加上补充了养老 给他存到年金里边 这是不是就免税了呀 这算是一个方式 那么个人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 缴付的企业年金 或者职业年金 个人缴费部分 在不超过本人 缴费工资计税 基数4%的 这种标准内的部分 攒从个人当期 纳税所的额当中扣除 明白这意思吗 因为你每个月 在寄这个 你的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你的工资 比如说是2万 那么它会减去什么呀 会减去你要交的 社保的费 对吧 还有现在各种 比如说你是独生子女啊 你赏养的老人啊 抚养的孩子啊 等等啊 一系列的 那么这些 你都给你扣除 都可以从这里面扣除的 对吧 那么同时还可以扣什么呢 你还有一部分要交的是 不光是交 基本养老保险 医疗社保 你还要交企业年金 交的这部分钱 也可以从这里面扣除 都减完了之后 得出来那个数 再对应到个人缴费的费率 来进行计算个人所得税 所以双向都有税收的 这样的一个支持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补充医疗保险 作为补充医疗保险呢 是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和完善 是单位或者特定人群 根据自己的经济收入水平 和疾病的严重程度 自愿参加的一种 辅助性的医疗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的种类呢 主要有四种 一个是职工大额 医疗费用补助 这个呢 虽然是叫补充的啊 但是事实上 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自愿了 它是强制的 对吧 年初的时候 自动扣100块钱 这100块钱就是什么呢 职工大额医疗费用的 一个补助 那么作为企业补充医疗保险 这里企业额外 自己选择相当的这种产品 对吧 通过合作相当的这种 这个商业保险的机构 来给员工经营缴纳的 还有呢 社会医疗的救助 以及商业医疗保险 这些咱们做一个 一般的了解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这一章的内容 咱们就讲完了 整章的结构 其实很清晰 主要是呢 有很多细节的内容啊 包括很多的数字 这个到了后期复习的时候 需要专门的去复习 咱们先来把这一章 咱们学过的主要内容 来简单的梳理一下 首先来看第一部分 是关于 社会保险法律的部分 对吧 这些呢 主要是偏概念性的内容 那么涉及到 社会保险法律的关系 在这里边 我们要知道 都是谁跟谁之间发生关系 对吧 一般来说 从主体来讲 有国家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有幼人单位和劳动者 那么前面的三方 都会跟劳动者发生关系 另外呢 就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之间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跟幼人单位 主要是这几个 主体之间 会发生相的关系 另外呢 就是社会保险法律的适用 这个适用的原则呀 大家注意 对吧 它首先分为 上位法和下位法 那么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上位 什么是下位 对吧 从宪法到法律 然后到什么呀 国务院出台的 各种的法规 然后地方性法规 然后才是什么呢 规章 这是从上到下的一个顺序 还有呢 是什么呢 如果是同位 那么新法和旧法 对吧 特别规定和一般规定 那是什么样的 以及呢 不肃及既往 还有作为 社会保险法的基本内容 基本内容里边 那我们知道 它是什么时候确立的 2011年 对吧 还有一些 它的基本的 这样的一个框架 另外呢 就是它的覆盖范围 分别都覆盖 哪些人群 包含哪些内容 咱们先做一个呢 总体的了解 那么接下来 就是展开了 分为每一个险种 来详细展开进行讲解 那么在整个 社会保险体系当中 包含的是 无险的内容 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 失业 工伤和生育 而这里边 养老 又可以细分为什么样 正常的 企业职工的 对吧 这个养老 还有什么呢 还有机关事业单位的 但它因为 已经跟基本养老 并轨了 所以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需要特殊注意的 一个是什么呢 是居民的 对吧 城乡居民养老 它在缴费的退休 领取年限呀 这些都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 咱们要注意一下 那么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的里边 主要就是缴费 对吧 以及它的个人账户 统收账户 怎么样去使用的问题 这个没有太多的内容 失业呢 它其实稍微的 一个记忆上的难点 就是失业金领取 但我缴费满一年了 不满一年是不能领的 对吧 满一年以后 不满五年 对吧 领多少啊 最长是12个月 那要满五年 不满十年呢 最多领18个月 十年以上呢 最多领24个月 就这个 它按照规律啊 你其实是可以记下来的 那么这里边的重点 对吧 也是内容最多的部分 就是关于工商保险 工商保险的核心 就是它的认定范围 以及待遇和支付的问题 尤其是这个认定范围 是否被认定 以及它相当的这种待遇 那这里边涉及到的数字 和需要记的东西比较多 咱们一定 你第一遍看的时候 可能没有那么的熟练 对吧 有可能跟不上 我说的内容 但是我觉得你在听完了之后 知道它的基本的记忆的逻辑 然后呢 拿讲义再去进行 一遍到两遍的复习 复习完之后 如果发现啊 还是不是很深刻 你就再听一遍 这个时候 你在第二遍听的时候 我觉得效果就好很多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 不要听完一遍之后 然后连着 马上听第二遍 一定先要自己 拿着这个讲义内容 自己去看 去消化 去吸收 稍微把它 以大部分内化为自己的 这种支点之后 然后再来听 这个时候 我觉得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这里边的核心 在认定范围上 对吧 三个前提条件 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 工作原因 这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 无过失原则 怎么去认定和理解 这是主要的一个考点 好吧 那么待遇上呢 就是它分成 先是三大类 对吧 一到四级 五到六级 七到十级 那么先从总体上去知道 然后再看具体的细节 将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待遇 那么再有 就是最后这个生育保险 工商和生育 都是个人不讲费的 生育其实就两块 对吧 一个生育津贴 一个生育医疗费 生育津贴 就是根据你职工 这个所在单位 上年度的什么样 职工这个平均工资 然后来给的 大家给的 其实就都一样 需要注意呢 就是作为为就业的 职工的配偶 他是不享有什么样 生育津贴的 他只有生育医疗费 好 那么第三部分 涉及到就补充的保险 前年金和职业年金 这两个内容呢 咱们做一个了解 另外呢 就关于补充医疗保险 这个咱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好了 好 这是咱们整个这一章 所涉及到的学习内容 那咱们今天课程呢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